特别节目,我是April 这个星期新闻十分多了 特首寄招、财政预算案、俄乌开战等等 环球经济动荡,而本地疫情也未见顶 限聚措施进一步收紧 三月也会破天坊做三次全民强检 有这么多消息冲击市场 现在是名乎其实的乱势 对于工商铺市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 潘志明先生,和我们分析一下整个市况 哈啰,潘先生,你好 哈啰,你好,大家好 首先也想问一下潘先生 其实在行内这么多年都见过不少风浪 以往有没有见过这个乱局呢? 当时的工商铺市况又是怎样的呢? 是,其实我想大家会觉得近这段时间 尤其是踏入了今年1月底、2月开始 发觉整个市场都很混乱 当然首先看就是 Omicron 整个疫情在1月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 农历年假一回来 疫情进展得更加快了 所以差不多到初七大家都收到消息 过一两天就会宣布有一些收紧的措施出现了 所以终归就去到初九 就是那个餐饮六点后堂食又不准开 接着再去到早两三天 特首记招那里也都说 再进一步再加强防疫防控措施 亦都在说未来有个全民检测 我想香港开浮都没见过 所以说今次这个乱局 我说一点就是其实近这几十年来 香港不是没有出现过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 其实我们经常说地产市场也好 或者香港整体的历程 我们经常说五年一小变 十年一大变 很多问题是中段时间会出现的 就算今次我们说疫情 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出现了 其实是说两年前也开始出现疫情 经历了一二三四波 大家都是一直有适应 在疫情的情况下去做生意 或者继续如常生活 但是今次就比较明显地 它那个混乱程度是高的 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出现 其实说全民检测三次 其实也是第一次出现 大家现在一直听 很多安排上大家都有些忧虑 究竟七百多万人 用这么短的时间去做三次全民检测 是不是可以顺利做得完呢 大家都比较忧虑 而且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政府的新措施 其实如果说防疫防控措施 是没问题的 之前大家都经历过的 但是接下来大家会 谈论得比较多 还可能说 要去立法会通过一些 禁止追租的一些条例 或者短期内不准 如果那些租客欠租 拖租 那些都不准采取法律行动 这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以前就比较少见了 以往我们去看 例如03的沙士 大家都知道 沙士期间当然 香港也是经历了一段困难 但是隔了几个月之后 似乎市况又慢慢 回复正常了 再推上一些 例如金融海啸 97金融风暴 其实大家都经历过的 每一段时间 它有高低潮的 整个周期性的出现 它在逆境时 成交中数就很少 成交大量萎缩 也看到很多 成交金额又下跌 甚至无租金卖价也下跌 但是它经历了一个周期之后 它又会慢慢 去复苏 所以通常很多投资者 都会在这些时间 如果它是资金红厚的话 反而会趁一些 混乱的局势 就可能去密释到一些心仪的物业 甚至用一些 比较低便宜的价钱 去吸纳一些 它认为值得投资的 物业 所以这次香港 大家都要经历 未来几个月的一些混乱的情况 我相信 凭香港人过往的一些经验 以及大家都是 努力求生存的一种能力 相信也是克服得到的 除了说现在可以说是 香港的疫情也很严峻 今天也有整个晚宗的确诊 再加上近日 环球经济也很波动 美股昨天坐过山车 想问一下 现在是不是买砖头避险的好时机呢? 其实我们一直说 中国人有个特色 或者香港人也有个特色 就是他喜欢买物业 我们叫做买砖头 其实就觉得是比较保障多一点 其实如果说香港的投资工具也有很多 其实很多人都有 投资炒股票 买卖股票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的股票市场 一定是波动得很大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昨天开始大家听到 俄罗斯 和乌克兰开战了 其实今天的战况很激烈 如果大家一直留意 跟新闻的话 差不多是延长报道一样 那个战况也开始激烈 看俄罗斯整个进程 其实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可能希望两三天 能够进入首都基辅 变了拖得太长 对俄罗斯也未必有利 整个局面现在看到 就是 美国必定是会 为首牵头作出对俄罗斯的制裁 以往大家看到很多 都是一些战时的状况 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 最基本一定是影响经济的了 因为很多制裁的行动 或者战亂的时期 它那个股票市场会波动得比较大一些 当然了 你也可能会减选到一些 你自己喜欢的股票也不顶 因为股价也可能会有些波动 有些跌幅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呢? 第二,你又看到了 金价也会上升 油价也会上升 这些又会持续多久呢? 或者到时反复又如何呢? 很多人都摸不透的 而且近这一两年 香港人也好 或者不同的客人也好 其实在股票市场 损失的也不少 所以去到后期 大家也会想 会不会都是买一些实质的资产 尤其是买物业的保值会更加好呢? 其实如果说香港的物业投资 始终大家去看就是 什么地方的物业才值得投资呢? 你现在看看有战乱的国家 你很明显看到了 政局不稳定 一定没有什么人投资物业的 因为也不知道转头房子也被人炸了 是不是? 但是香港似乎大家看到 买物业也是首选的 就算疫情这段时间 香港的住宅楼价 还有几个百分之的升幅 去到工商铺的部分 大家也看到 其实它的抗跌能力也是强的 但是当然了 去到一些不同类别 它有不同性质的影响 比如好像看近这两年 工商铺的物业价格的变动 大家看到工业楼宇 其实没有跌到 还升了一部分 因为它有活化工下的政策 也有一些重建的优惠 大家看到工业类别 其实那个价格 它是很稳定 而且还有升微上升 写字楼方面当然会受压 也价格累积这两年 比如甲级写字楼 其实跌幅也累积了跌不少 可能有些跌了两成 甚至30%都有 也累积跌幅大 现在再买入它 它再有大幅度的下调的空间 就不算太大 以及空置率基本上也算是稳定了一些 这两年甲约的空置率是高的 但是陆陆续续都稳定了 以及也有部分的消化量 以及大家再看看铺位市场 铺位也是 分两大类别 如果民生区的铺位 大家如果这两年持住民生铺去收租 影响不太大 因为始终民生店铺 收租很稳定的 大家住附近的居民 或者楼上楼下去消费 其实都是去民生店铺为主 所以很多不同的行业 尤其是超市 一些菜单 甚至食材公司 那些其实 在近这两年 其实他们生意额 没什么下跌 都维持得到 甚至还有泻微上升 唯一就是 核心旅游消费区 核心旅游消费区的铺位 就因为始终以往都是 靠奢侈品品牌 旅游业 游客的消费为主 一旦没有了那一批的消费力 租金承托力就会比较低 所以租金跌幅就比较大的 如果说核心旅游消费区 跌幅可能是由 3-40%到6-70%以上 都有出现了 所以未来就算有疫情也好 有什么状况也好 它再大幅下调的机会 已经不大了 所以你看到近期 就算不是说第五波疫情 第四波的时间 大家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品牌 它是有开新店铺的 或者有些外国的公司有进驻香港的 譬如日本有一些廉价的超市 DONDONKEY 它有来香港开业的 也是看到 租金又便宜了 位置又漂亮了 他便离开 甚至有一些 日本的药庄公司 或者现在最近有一些体育用品公司 它也是逆市找一些龙头位置去扩张 这个也是看得到的空间 趁现在这段时间租金便宜了 选择多了 反正做生意租一间店铺也不会是三两个月 一租就可能四五年 甚至六年或以上 如果一过了疫情防控的时间 可能未来他就享受到一个 比较低便宜的租金 去做他几年的生意 所以我们看在这段时间 虽然情况会混乱一些 但是始终买砖头保值 以及买砖头或者买一些优质的工商铺 未来薄反弹的机会就会大 因为现在我们去看 都可以说是近几年的低位 包括租金和卖价都是低位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戒怀 因为这两年的疫情 是令到各行各业都受了打击 本身的租金减幅 和买卖价格的跌幅 其实已经反映了 反而由去年 甚至是去年下半年开始 大家看到很多投资者 就是偷步入市 如果大家工商铺类别 都是以投资性质为主 跟住宅有一个刚性需求 就有点不同 既然是投资 如果你是等市场旺了 价格反了价 或者业主封盘不卖 你才去追 可能到时就要付出大一点的代价 但是今天可能会趁市场比较淡静 或者在疫情的时间 讨价还价的幅度 就对买家会比较有利 反而可能这段时间 有些投资者就会有机会 去找经纪 去还价 看看买不买到自己一些心仪的物业 所以反而在 买砖头保值避险 反而这段时间就会更加有利 所以其实也有不少投资者 都是看长线一点的 就不是只是说疫情这段时间 就是这么乱 就不入市 就会 看回之后几年 可能 到时就会有相当好的回报 是吗 看长线就会是这样看的 短期它出现的波动 其实很多投资者计算而已 就算我未来的三个月好 半年好 真的租金上的收益会有 損失 但是也不要紧 因为你买入的价格便宜了 其实可以抵消了你 租金收入的少了 所以长远来计 那个物业 如果你今天买入的价格 是在低位买入 一旦影响价格跌幅的元素消失了 包括疫情放缓 又包括 如果经济有改善 或者是一些空置率也有改善 未来工商铺价格的升幅 那个力度就会强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今天就去买工商铺里面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就算今年美国会加息也好 现在一直在说 美国今年可能加息的次数 可能不止三四次 可能到了六次 但是如果说香港来计 是不是每一次美国加息 香港都跟呢 都未必的 就算整体香港 每一次加四分一厘也好 他加到半厘 其实对于整体的成本 他就不是上涨很多 因为始终现在 就算公商铺、公楼 有一些银行的息口 比较吸引一些 可能两厘也不用 就是用优惠利率计算 或者用hyper去计算 其实也是两厘以下都有 就算是两厘几的息口 也不算特别是一个很高的利息 比较起 物业 将来升幅 一升就不止三两个percent 通常一般 买得工商铺物业 等待升幅 逃利的 起码你没有赚 十几二十几个percent或以上 你就不会 这么简单 随便去沽了货 因为其实工商铺要买到一件合息的 物业也不是容易 都要经历一段时间去选择 讨价还价 去交易 亦都可能要付出手续费 离印费 所以赚幅太少 他也不会卖 所以也会等待 市况一路好转 当价格一路上调时 如果他到时沽出逃利 利润就会比较丰厚 明白 我们说回这次疫情加环球的状况 其实在铺市上 这期都很受影响 尤其是餐饮业这方面 现在的商铺的投资者 业主 租客的心态又会是怎样呢 他们会不会 不敢入市 短期的情绪影响就必然有 大家在 初次去接触 收得这么紧的一个防疫防控措施 也要面对未来全民测试几次 这个行动 大家必然会有些影响 甚至现在大家出去看一条街 都比较静的 很冷清的 为什么六点后又没有糖吃 大家都不出去吃饭 甚至没有我这一两天 我走出街巡一巡的铺位 其实很多做零售的铺位 都拉了闸 连了一张纸出来 直接就是说 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那间铺也会暂停营业 直到零行通知 就是这样 其实是无他 大家都知道 你打开门口做生意 都未必有太多客人进来消费 所以既然是这样 不如短期拉了闸去 就省下灯油果 所以你看到整条街 比较冷清 亦都因为今次 Omicron的传播力 是比较强 因为确诊 或者感染的数字 都是一直陆续多 都未去到高峰 所以变了其实很多香港人 现在都是 响应政府呼吁 就留在家中 就是尽量少外出 跨家庭的聚会也没有 所以变了在这段时间 消费力 消费意欲是会比较低一些的 亦都使得投资者 这段时间的情绪也是受影响 好了,再说回就是 想租铺出来做生意的商户 究竟怎么看呢 第一就是说 大家都要观望一下 因为始终 那个日子大家一直压后 去到4月20号 已经是 这段时间整个市场都会是静的 4月20号之后又怎样呢 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会挺迷惘的 究竟我是现在去租铺 还是过多几个月 可能市场很差 很多吉铺出现 很多行业如果做不到 要结业的话 会不会到时商务 店舖再便宜一點呢? 要不要多等一段時間才去跟業主談呢? 也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就 從一月份開始 二月到今天 其實整個租務成交中數是大幅萎縮的 出來看店的活動也少了 真的動不肯簽臨時租約呢? 都因為是較早前已經傾施了 到現在動不簽名而已 但是重新出來看店 重新去談條款去簽租約 其實那數量是少的 雖然是少而已 但是這些活動依然有存在 剛才我也有說 就是租舖 都起碼兩三年或以上 與長的去到六年七年的租約 就不會單單看這三兩個月的情況 還有反而 有一些租客出來找店 其實大家都知道 開店你不會 今天看店明天開的 你又要裝修 又要畫圖 如果要拿牌的還要申領牌照 所以搞得來也要幾個月後才可以開業 會不會今天如果你真的出來看店 租店的話 裝修好了 拿了牌照 幾個月後 就剛剛配合到疫情緩和 或者是放鬆了防疫的措施呢? 會不會到時又好些呢? 而且現在你去欠租鋪位 很明顯你的優勢力力會強些 你叫業主遷就你 業主多數都遷就你 這段時間也會有這些類別的活動出現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多呢? 他就說不上了 所以估計這個月也好 甚至三月份也好 那個租務成交中數 都會是比起之前一兩個月 我相信起碼都會減少四成至五成 嗯 所以其實有些租戶都可以早著先機 如果是這樣 可能等幾個月 到時就 剛剛好 再出來的時候 可能疫情緩和 我們有時候說 亂中有機 危中有機 其實都是這個原因 其實做生意的人都很靈活的 就是經過了香港這麼多年的變化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舖租呢 它升起上來 它可以是 升幅是很大的 舉個例子 你看回以前羅素街號稱 全世界最貴的赤價的街道 那個原因都是 當它的市況是很蓬勃 旅遊業務又發展得很好 或者那條街上售賣奢品 也是售賣得很好 其實它的赤租呢 是飆升得很快的 到時你想跟人搶租呢 你就未必夠奢侈奢品品牌 跨國企業那些租了 所以現階段 你看到很多二、三線的品牌 或者不是奢侈品 那些民生、餐飲呢 它可以進駐到一線的街道 二線頭的街道也有機會 所以呢 今次疫情的情況出現 正正也是再翻版之前那幾波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有心想發展業務的一些東主老闆 其實他就適宜在這段時間後面 當然你要看得通局勢發展 以及衡量自己的財政狀況 是不是可以維持得到 你都在開頭這幾個月或者上半年呢 是要面對和疫情去對抗 那你一定要守得到上半年 那下半年打後的情況就會改觀很多 潘先生你剛才就說 看通局勢發展 那你預計工商鋪市場的後市 你自己預計會是怎樣發展呢? 我自己看是相對樂觀的 因為始終疫情也有完結的一天 大家看到現在 譬如中國政府和歐美外國 處理疫情的方法各有不同 你看到外國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宣佈了當沒事發生 即是大家… 通關一樣 是的 通關也沒有任何的防疫措施 就算你病了當傷風感冒 在外國就已經 因為經濟問題也好 很多政治問題也好 其實也一直已經釋放了 當然中國大陸做防疫的工作 我想全球最做得出色就是中國政府 所以如果有中央的協助 其實我相信香港在控制疫情那方面 接下來也會控制得更加暢順 以及經歷了幾次的經驗 或者接下來我們做足防疫的措施 或者加強一些防疫的檢測 我相信經過了第五波之後 接下來大家的適應能力會更加強 所以我自己預計 整個工商鋪市場的發展 上半年是會有一點阻滯的 尤其是在四月尾之前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現在整個政府 對於振興經濟 推出了很多動作出來 其中派發一萬元消費券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它的威力 如果說去年 一人派五千元 大家都很開心 很多商店 很多餐飲的各出其謀 想爭取那幾百億的消費金額 餐飲業 我記得去年 又說七月有七折 八月有八折 九月有九折 大家各出其謀去吸引人們來消費 商場 舖位那些也是 推出很多優惠條款 去吸引客人 這次加了馬 現在說的是有六百多萬人受惠 十八歲以上每人有一萬元 你想想 有六百多億 是會在街上花錢的 六百多億 你去除香港現在的餐飲業的數量 零售業 服務行業 其實都是引起一個比較大的收益 因為如果說香港現在未通關 沒有了遊客來消費 靠本土消費 那個消費力就有限了 今次政府是 是推六百多億出來 是去刺激大家去消費 而這一筆消費額很明顯 都是要花的 大家不會當現金一樣 收在甲萬 收在桂桶 這個其實對於後市 是會有些帶動的作用在這裏 還有看回現在 政府也有很多新的措施 希望盡量幫商戶共渡時間 希望大家用一些時間 大家忍受一下 熬到這幾個月 其實過了這幾個月 未來的情況就會改觀 我估計其實是六月或以後 其實工商店的反彈力度 我自己覺得就會比較強 全年來計 可能成交中數就會受到上半年 那個影響 全年的成交中數 可能會減少一些 但是整體的價格方面 我們也是會維持一個樂觀的水平 上落不會太大 即是射微 去到下半年 如果情況樂觀 整個情況可以控制得到的話 可能下半年還是平穩 兼且有射微的上升空間 所以潘先生你對後市也有很大信心 也說回 剛才說有危就會有機 在亂局之中 可能反而會找到一些被忽略的獲利機會 現在也真的是入市的好時機 其實什麼時候才是入市好時機呢 當然不像電影開玩笑那樣說 有錢買樓 什麼時候都是入市好時機 但是我們看的時機就是什麼呢 其實工商店市場 真的很看時間 因為第一 很多優質的盤口 不是輕易肯放出來的 可能是因為一些特殊的情況 令到業主願意放盤 尤其是我們看到很多甲級寫字樓 一線街鋪 傳動的物業 其實是不多放盤的 會不會現在也是這個特殊的時間呢 是啊 坦白說 如果在這段時間 就是你問大家的意見 這段時間當然是適宜買物業 多於適宜賣物業 大家都要明白就是 選擇在這段時間出售物業 當然有它的原因 可能是一些本身財務的狀況 或者是想止賺離場 或者止蝕離場 諸如此類都會有的 但是作為投資者 如果你資金雄厚 實力雄厚的話 在這段時間的而且確 你買到的物業 相對比起旺市去買 價格上你是會買到一些相宜的物業 以及去選擇物業 你的籌碼在你手中 就是你去討價還價 可能你贏面就會大些 可能業主會遷就你多些 所以這個情況下 也不少近期出現 都有一些資深的投資者 或者是一些實力窮厚的投資者 趁這段時間入市 去買入一些大中的物業 或者買入一些位置優越的物業 其實在一月份二月份都有出現 接下來我也會認為 這段時間會出現一些特殊的交易 以往很少放盤 很少交易的那些 會是因為這段特殊的情況 就會出現成交也不一定的 今天也很感謝潘先生 來和我們分析最新的市況 接下來我們中原工商店 資訊台也會繼續邀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和大家一起貼著市長第一手的資訊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潘先生 拜拜